其实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没涉及到的 就是表单数据的交应 是不是 就像这一部分没涉及到的 那这个交应我们说啊 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就一种 比如说请求证文 请求参数 参算啊 输了吗 其实我们要输了 是不是 我们在做那个周测登录案例的时候 就是第十二条案应该是 周测二条做了一个注册登录案例 那里边是不是我们定义了一个 叫做Aros的Map 是吗 还得想想望望天 是不是 定义了这么一个Map Map的T是什么 表单上的字段名 是不是 指是什么 错误计识 对不对 如果要是有错误信息的话 是不是就往里赛他就完了 就往里扑他就完了 没有的话 是不是返回的就是 MyAros.Map EaseMap 如果空的是不是就没有啊 那就证明验证通过 对不对 只要里边有内容 一定不通过 是不是 这不是就是验证啊 但是验证怎么写的 各位想一下 if 就是定一个public 无论validate的方法 if you're the name 等于呢 if什么这个 是不是一大堆的条件判断 是不是 那这些呢 都叫一种验证 什么验证呢 编程式验证 是不是 怎么验证 是不是东西自己写的呀 这是不是就叫编程式验证啊 那这种验证呢 其实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 我可以跟各位说 不是太好 不好的原因 是不是在代码里写死了 又从硬编码了 是不是 其实啊 各位应该能想到 在整个的这个开发过程中 验证是分为两种的 一种呢 叫做 客户端验证 一种呢 叫做 福气端验证 我们在实际开发中 采取什么方式呢 就是客户端加福端呀 但是啊 各位脑子里应该有一个想法 如果客户端和服务端只选择一种的话 应该选哪一种呢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安全 来啊 到底是留客户端还是留福端 都 我就说啊 只能留一个 你现在的条件就是必须舍去一个啊 你还 你别跟我带这种 不能舍 必须舍一个给我 思维脱节了 谁思维脱节了 站起来我现在给你捋捋 啊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嗯 我们可以这样啊 想一下 如果啊 如果啊 我打开这个网页 你是不是有一堆客户端验证啊 然后我通过查看原文件 是不是知道你请求的地址在什么地儿啊 是不是我可以把你的这个另存媒层一HTML啊 是不是把你的张斯特的全伤了啊 你客户端验证还能防得住我吗 防不住我 所以我跟各位说啊 任何时候服务端验证能不能上 所有的时候都应该记清楚了 服务端的验证是不能丢的 客户端可有可无 但是建议是都有 是不是 它能减少跟服务器的交互啊 对不对 因为你比如说用棉不能围空 是不是我可以用到边城就能验证它是不是围空啊 那不能围空我是不是就不让它过去啊 但是你只用客户端是不行的 因为人就可以把你的张斯特的全干掉 能明白吗 就问先太前 我是不是另存为 你这里边如果有张斯特的 是我全都可以丢上了 能明白吗 那这时候你还防得住我吗 是不是你的客户端验证对我来说 一点用都没有了 是不是啊 这个转得过来是吧 好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的是服务端的验证 我说有客户端有服务端 注意如果客户端和服务端二选一的话 应该是服务端啊 实际开发中我们一般能采用两种 是不是可以 我刚说了减少与服务的交互 对不对 啊 好了 斯特阿度的服务端验证啊 我们刚介绍了一种叫做什么验证 编达出验证 有一个前提 又来了 动作量怎么样 必须继承 Action Support 好了 这就放这吧 他也告别定时舞台了 再来一个 还拿这Regress的考啊 各位 我拿这Regress考的 看到吧 C-C-V 25该05了 对不对 我们叫做 Valley Data 验证 可以吧 哎呀 我考这个好像还有点 缺微的疑问 没事啊 这有点是咱们用了一个斯特阿度的标签啊 我就把这个斯特阿度的标签在咱们这里边用一下 行吗 可以吧 其他的没有什么变化 是不是 好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啊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 这边咱就一个页面 是吧 把这配上就行了 咱们别忘了那个Result等于RESULT 结果是读书 内部等于什么 Input的 是不是从哪来回哪去啊 干什么呢 REAGIS REGSTR.RGST 行吧 好了 完事 那接下来呢 这我都不要了 就不是在这块介绍的 都不要了 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就得搞搞这个验证啊 编程式验证 我们要求 必须继承什么呢 XN Support 是不是 这个XNSupport之后它有什么优势 为什么就就行了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点击去XNSupport 关联一下原码可以看一下 在这儿 这里边是不是后面有很多的东西啊 这里边啊 对 有一个叫Validable 还有一个叫Validation Aware 是吧 我们点击去看 这边有什么方法 这是什么东西 那你说它实现了这个接口 实现没实现那个接口里边的方法 实现了就找就行了 对不对 好了 可能得在最后呢 他干了什么事没有 没有 没有是不是就什么验证都没有啊 对不对 那我们要做的事 是不是就是实现这个方法 重写这个方法啊 是不是在这里边写验证啊 对不对 可以不可以啊 好了 写在前面了行吗 这怎么成这样了啊 这怎么还不出来了 这不是逼我吗 出来不出来 啊 又不行了 啊 好了 来 我们说 编程式 我们这现在是不是就编程式验证啊 好了 编程式验证 第一步啊 是 动作类怎么样啊 动作类必须怎么样 啊 继承 action support sopport 是不是啊 啊 sopport 然后呢 怎么样呢 叫重写一个什么方法啊 重写那个 vari dat validate 方法 对不对 好了 这里边其实啊 我们说 我们有过之前的经验都应该知道 我们当初是怎么做的 是不是写了一个map里边存信息啊 其实很简单啊 在什么呢 在 srass2的框架中啊 他也提供了一个map map 的t 你说什么呀 表单的字段名 value是什么呀 错误提示 是不是啊 好了 那说呢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呀 我们要做的 是不是就是 往这个 啊 往那个什么map中怎么样 存放 错误 信息提示啊 是不是啊 啊 那好了 我们现在也有这些要求了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他 什么时候执行 是不是啊 如果你动作方法都执行完了之后 他执行还有什么意义吗 有意义吗 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块我们也根本不安心 啊 写在下边 V-A-L-I-D-A-T-E方法 啊 怎么样呢 会在什么呢 动作方法执行之前 怎么样呢 进行 验证 能明白吗 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 你写了 他就肯定会给你验证 可以吧 行不行 啊 啊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写了 啊 Public Y的叫什么呢 V-A-L-I-D-A-T 是不是啊 好了 这里边以前我们都怎么写呢 是不是有一个叫义乎什么呀 就是啊 user.get 什么 user name 等于 now 或者叫什么呢 空.eqs user.get username.trim 这是不是我们常写的呀 啊 然后这里边是不是就是存入什么 错误信息呀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写的东西 对吧 啊 但是这么写是不是你跟看着很繁琐呀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咱倒了一个包啊 倒了一个包 叫什么包呢 叫kommers 浪 这是对谁的增强 浪包的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浪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这不存转啊 对不对 我就看这里边是不是应该也得有一个 接着对浪包的增强 有没有对存转的增强啊 肯定得有是不是啊 啊 这边有一个叫死菌 有条斯的啊 这边死菌有条斯呢 里边呢 提供了几个方法啊 提供几个方法 不知道能不能关联上缘法啊 我没关联过这个 点进来了 关联下试试 没有没有就算了啊 没有就看这儿吧 行吗 在这里边啊 他有这么几个方法 一个是一次empty 一个是一次flack啊 我们写一个例子吧 行吗 啊 写一个 嗯 在这 新建一个 这个跟这个 跟咱们现在要干的这事 没关系 就单独说一下 这个 是不是优秀 行吗 啊 我们叫 strngutlst 可以吧 啊 然后写一个慢看手 这里边呢 可能会有这么多的东西啊 我还是尽量保持 跟笔记一致吧 now空字不串 合一堆带同格的啊 死菌 s1 等于 now 可以吧 死菌 s2 等于 空字不串 是不是啊 死菌 s3 等于 空字不串 当当当当当当 可以吧 然后这里边呢 他有这么一个叫死菌 u tios的点 他这边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 is empty is empty so判断是否为空啊 来 我们 s1 s2 s3 来 我运行一下 哥 你告诉我 出出什么结果 这方案是什么类型 不 就出了措子 第一个空不空 第二个 第一个不空啊 我就觉得这眼神太好了 真的 这毫无疑问 任何时候他都空 对不对 这个呢 这空不空 啊 这个正常情况下 他不是闹指 他指一空字不串 对不对 那这个呢 肯定有不空 是不是 有内容 但是 我们一运行完了之后 各位看 是 totot 我 哎 哎 我这 写这半天 居然不打印呀 我呀 啊 你们太不好啊 你们早就看上来了 啊 你们以为我不想打印呢 我都知道 你们以为要这么说 是吧 来吧 走 出出force 第一个空不空 空了 第二个 在他这 他这没空不空 空 认为不空 是不是应该是force呀 这已是empty 是不是从字面上翻译 也是是空的 对不对 是空的是不是就出啊 不是空的就啊 force 所以是empty 干嘛用来 isempty isempty 是干嘛呀呢 就是验证 验证字不刷的 是不是啊 验证字不刷是否为 no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或者是空字不刷 是不是啊 那怎么样呢 但是不去空格 对不对 你这里边这句空格 他给你去不去 不去 好了 我们刚才说了 还有一个方法 叫什么 isempty blast 是不是啊 blast 是不是也是空的意思 对不对 好了 之前一下 你们说什么结果 你们说什么结果 我先猜猜猜 出发子 发子发子 是吧 我告诉各位 全处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 有什么特点啊 哎 是空字不浪 怎么样呢 验证字不刷是否为no 或者是空字不刷是空字不刷 但是去空格 行不行啊 我们在这里边 不管你要求哪个 是不是远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这么多条件 是不是啊 我这写半天 写什么呢 不就为了更简便的开发了 对不对 你在这是不是 你既然倒死伤吐的炸包 是不是这个浪包必须得到 扛了死了啊 对不对 那是不是这个死军 优调子已经急性进来了 那你已经急性进来了 干嘛还不用呢 是不是各位 可以吧 啊 死军什么 优调子点 你愿意用椅子 用椅子 是不是 愿意用什么 椅子black 用椅子black 行不行 好了 这是不是 如果返回这处 是不是有粗心机啊 我们要做的 是不是就把粗心机存进去啊 好了 又得去这 存哪呢 找吧 啊 别想找了 有一块outland 是不是 按着A刀自己排序啊 就一个按了action error add action error 是不是 还有一个add什么 你如果自断出问题了 是动作错误还是自断错误 好了 这是谁的方法 action support的方法 对不对 你什么继承 action support的 能不能直接用 然后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是不是 存错误信息 怎么样呢 直接调用什么 负类的 add fell的 er 大写议小写议 你看 fell的er 方法怎么样呢 存入 错误 信息 注意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参数是表单属性的内部属性的值 是不是 内部属性的值 value呢 是 sq 提示 是不是 别叫value了 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 错误提数 提示 行吗 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直接调用就得了 add 什么 fell的 error 是不是让你写了 那我说的是 your name 可以吗 error message 说吧 请输入 用户名 行不行 好了 不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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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零五了 叫做 vally data regr.jfd 是不是 好了 是不是这样呢 这必须的 这还可以加红了 就因为那heat标签 能办法 其实他是不是就给你加了一样式 这不是这行有一个style css 对吧 就加一种一样式 好了 我们这是不是什么都不说啊 有没有用户名 没有 没有他就告诉你 请说用户名 行吗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前面的这些都删了啊 这个你可能看着烦是吧 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他先注上 可以不可以啊 把他先注上 接下来呢 我们再刷进去 可以吗 是不是即将你请出用户名啊 行不行 行啊 要我说还差得远了 来 这时候啊 其实啊 不光有这些方法 我们在开发中啊 不可能这一个动作里就写上一个玩意儿 是不是啊 还有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 应该让你整一样 我再来一页 叫做什么呢 这是不是查找所有啊 查找所有 这里边没什么可说的 就应该一个结果试图 是不是啊 reft叫去哪啊 叫FindO.gsp吧 行吗 可以不可以啊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gsp建出来 我们直接考一个的 行吗 啊 FindO 是不是啊 这里边就写一个呢 叫什么 啊 用户列表 是不是查找所有就是去用户列表啊 好了 行啊 接下来这里边是不是写那个动作方法啊 啊 tapalikstreen的叫FindO 哦 是不是这么样啊 我就别的不干了 reft succes 可以吧 好了 呃 他再让我出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这样吧 我再给你整一个 整一个过来的主页 叫做 index 这种过来的主页啊 啊 这桌上我给你整了 连记 input 啊 不用一put ahref啊 然后呢 在这里边写一个 注册啊 叫前往注册页面 行吧 然后再写一个ahref等于什么呢 叫做 获取用户列表 ok吧 到了啊 pagecontext.request.context tapalikst 对吧 然后接下来杠什么 这个应该是reftr.gsb 是不是前往注册页面啊 这说的很清楚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pagecontext.request.context.puff 然后呢 叫 findao.exe 是不是直接获取用户列表 能看明白吗 我们原来没有这个 是不是你得在地团直接输 这时候我们访问主页就得了 啊 加不加这个都无所谓啊 我主要是为了加上好理解 行不行 于是乎我们还要这些吗 不要了 是不是直接访问主页 是不是就这两个 前往注册页面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来了 一注册 告诉你 用户名呢 是不是请出用户名呢 又回来了 或许用户列表 嗯 没写什么呀 没写内幕默认是什么 success是不是成功啊 我这个动作方法里边 干什么事了没有 进来是不是就success啊 是不是就直接成功 但是为什么没成功呢 他说的是什么呀 result个input回险 为什么要回险呢 你的用户名呢 说什么呢 知道我说什么的吗 很简单 你的验证方法 把所有的动作方法 全验证了 明白吗 能明白吗 你的这种validated的方法 是不是原来你只想验证这个玩意儿 但是不好意思 他也给你验证了 为什么让你回忆put 就是因为你没有用户名 能明白吗 你在这儿不有一个 验证用户名的动作吗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啊 好了 想看正常的结果 很简单 把它注上 双线一下 能不能过来 我干什么事了 就把它注上了 是不是 很简单 现在就一目了然了 是不是他起作用了 他起作用了 原来我们说没有验证 现在一验证完了 不好意思 全对你验证了 翻一下了吗 翻一下了没有各位 啊 能行吗这个 这肯定不行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去这说什么呢 啊 来 各位 当重写了这个 重写了这个 V-A-L-I-D-A-T 方法 他怎么样呢 会对这个 动作类中的 所有动作方法 进行 验证 是不是啊 我们通过这一个测试 这不就能测试出来吗 但就是我们要的吗 不是 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呢 需要一种方式 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了 解决 啊 解决什么呢 解决这个 验证 所有动作方法的问题 可以吧 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使用 使用一个叫做 那这时候他就不验证 行不行 行不行我说也没用 得试试是不是 咱先看第一个验证不验证 验证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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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过了没有 专过了 还有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 我先说吧 试完了之后再告诉各位 什么时候用什么 行吗 行吗 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 第二种方式啊 你就不能写这个了 这个方法就再这样了 我也不需要这个注定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 第二种方式是 定义验证方法的名称 需要是 Validate 加上 动作 名称 能办吗 你要验证谁 你必须得加上 这个动作名称 那你想验证谁 是不是你加谁就行了 大家注意啊 这个里边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 大小写的区分 可以吧 都知道这个 如果你要写的话 你不能这么写 Validate Data RHFT 是不是 这个 是不是应该这么写 那在后边写上 动作名称的首字母 还要怎么样呢 动作名称的首字母 还要 大型 可以吗 好了 Pavlick Walidate Validate Data 是不是 RHFT 好了 还是这一套东西 行吗 行呀 还是这一套 还要来验证一把 这说 我这里边 有没有错过验证的 错过 没有 是不是 在哪里做了 R E G S R E G G I S T 我怎么能写的这个 那什么东西 来啊 看一下 可以 刷写一下 是吧 首先先看他一件 验证不验证啊 验证了没有 验证了 咱看他验证不验证 没有 是不是他就指 指定那个方法 进行验证了 那这到底什么时候 用什么呢 就没错 就挑勺子去 你有十个方法 假如说 八个方法都需要验证 你怎么办 是不是加注点啊 不需要验证的 是不是加注点啊 假如你有十个方法 八个方法都不需要验证 那怎么办 你就写这个 是不是 那最简单的 什么时候用哪个 是不是就挑少的写啊 哪个少你写哪个 对不对 啊 你十个方法 假如八个都不需要验证 那怎么办 你就写那俩需要验证的 写就是了 对不对 啊 能不能行 可以吗 好了 那这个编程式验证呢 好了 那这个呢 都是用这种固定 有一种格式的啊 X想要进行验证 那这个呢 我们下一个栏目再说 清晓 好 先休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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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